一群恐怖分子正在偷取一架先进F117隐形攻击机 突然两名守卫冲了出来拿着手枪对着恐怖分子一对射击 没想到地面上恐怖分子全部被削弄 最后爬上飞机的恐怖分子一缩子弹 这才将两名守卫送走 进入驾驶舱后 恐怖分子扯下头头 才知道他就是哈德森 原来那次爆炸他没有死 他熟练的做好准备后 飞机快速离开了机库 很快进入跑道 飞机开始快速起飞 就这样一架刚刚服役不久 代号为夜鹰的F117隐形攻击机被看悄无声息地拖走 经过半小时的飞行 哈德森进入安全领空后 这才与地面取得联系 原来他早已成了这名南美军火商的手下 这名军火商得知哈德森取得了F117 便立刻让手下激活 美国八十年代星球大战计划中建立的空间武器系统 简称SDI 而这时正在英吉利海峡前行的 俄亥俄级弹道导弹和潜艇 突然遭到SDI的干扰 艇员们一脸蒙圈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可就在潜艇向前行驶没多久 SDI突然发射了一束超强脉冲波 潜艇瞬间就失去了动力 不受控制地向海底冲去 艇内人员被震得左摇右摸起来 就在潜艇要出底时 慌忙之中他们发出了求救信号 而这时潜艇刚好坠落到一处海底悬崖边 另一边白宫内美国总统得知F117被偷 SDI被人控制 就连和潜艇也失踪了 总统询问这名官员有什么好的见语 总统一脸无语地走 与此同时 F117隐形攻击机正以1040千米每小时 飞往军火商的私人机场 没多久F117就顺利降落 这名军火商偷取F117的唯一用处 就是利用它的隐身功能在全世界排除异己 随后再次给哈德森安排任务 在一艘秀气斑斑的破船内 匿名胖子正在与客人介绍他的武器如何的陷阱 殊不知他们马上就要引恨西北了 此时的F117搜寻好坐标后 快速下降高度 瞬间就到达那艘破船上空 随后立刻发射了一尾岛 没多久 五角大楼内收到这名军火商是平通 他以手中拥有可以随意攻击任何地方的SDI系统 和F117为要挟 要求他们释放他名单中 1400名被囚禁在世界各地的人员 并特别强调他们不得以任何形式做出反抗 不然SDI系统马上就会进入自动攻击模式 期限为24小时 这让习惯要挟别人的他们从受责了 经过短暂的讨论后 他们计划采取秘密袭击的方式 将能驾驶F117的米切尔派过去 同样以偷的方式将F117拓出了后 将恐怖分子基地和能控制SDI系统 大型计算机一起炸 不久后 在山湖海号航空母舰上 他们乘坐SH-2海妖直升机前往恐怖分子的基地 在飞行过程中 这名特种兵特意给了他一枚卫星定位器 也正是这枚卫星定位器 给他在后来的行动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